如果我今天燒的是乳胶漆 它會有毒菸產生 我們燒一下 燒一下這邊是乳胶漆吧 燒它 燒它 你要玩這麼大 不然我們怎麼看得出來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 三五我是Tag 我們回到住所打造全紀錄 旁邊我有設計師Wii 因為我家已經重新裝潢了嘛 他現在的階段在 目前在做塗料的部分 我們邊走邊進去看看 好 邊好 現在這個是現況 那可以看到施工的當下 就是這麼的凌亂 天花板你都做完了嘛 所以受限於一些天花板 所以到處都是做保護啦 我們的工種有時候會穿插在一起 為了讓工期可以盡快的進行 不過很快就要好了 其實上次跟你講的完工時間 比較好兩禮拜 對對對 其實今天真的主要跟大家分享 我從開始施工到現在 是完全沒有來過現場的 都是他們的設計師來現場 然後拍今天做什麼工 然後進度以後 放在我們討論群組裡面 對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到現場 他說要特別介紹一個塗料 是不是 現在市面上的塗料主要分成 樹脂塗料跟礦物塗料這兩種 今天現場的這家廠商主要是 做礦物塗料的部分 那我們就交給他們來介紹這個產品 走走 繼續去 他們正在施工 我們來看一下直擊現在施工的過程 嘿 哈囉哈囉 嘿 退的退的 你好你好 你好 我考驗塗料的業務 你叫Chris 我們現在正在施工 那你剛進來有聞到一般乳膠漆的味道 你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窗戶都開的嗎 當然窗戶有開啦 不過其實如果說一般乳膠漆 真的你在施作的時候 那我知道會有那個油漆的味道 對 那過去我們就認知那個叫 新房子的味道 其實那些都是揮發物 都是對身體不好的 因為我們是德國坎原光的塗料 全部都是天然的材料 所以我們不會有那一些 甲醛啊 縮化劑啊 VOC那些味道 所以你會發現 現場似乎正在施作 你也聞不到異味 現在施作什麼 底漆嗎 不是底漆 因為我們塗料跟乳膠漆不一樣 我們施工法就是用滾輪施作 那我們滾輪施作兩罩之後 做完工 塗兩層的意思嗎 第一層塗了再上第二層 對 一樣的這個材料 我們材料特性啊 可以滲透進去底材毛細孔 跟它結合 幾乎不會剝落 不會退色 因為我們是天然的光物色本 你就像黑石頭 或紅磚 你可能太陽下灑個100年 還是黑色還是紅色 所以你這個粉色 你一二十年 甚至可能到你想換方式 都還是這個顏色 不會退色 他們這個特性在 一般的遊戲品牌裡面 算是非常強的 很少聽到遊戲有辦法做到這個程度 設計師幫我們倒成這樣 超美的 因為小朋友喜歡嘛 所以就 給他一個比較夢幻一點 你看這個 您知有到才聽得懂 好 老司機 好 好 可以來看一下我們實際滾完質感 因為現在是一道 你會看到我們是會有蛋殼紋的質感 這邊是已經施工 對 其實這邊是已經施工完成的 所以這個叫做蛋殼紋 你們所有的東西塗完就是蛋殼了 對 表面會是這樣的 不像一般的乳膠器 會封死牆壁的毛細孔 那因為剛好 對著你的這個案子 是坐落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建築物的牆壁本身 幾面多少都含水氣 甚至潮濕的時候 那我們塗料其實是可以 有調節濕氣的作用 也可以讓牆壁裡面的水氣可以排出來 有點灰燒肚這樣 可以這麼說 擠完澡的時候腳放上去 然後水就吸進去了 這沒辦法也不這樣用 你可能要放個墊子會比較快 要整個身體趴上去 整個趴上去就乾了 整個趴上去身體會不會粉粉的嗎 不會不會粉粉的 因為市面上有些乳膠器 可能你們看廣告 甚至去B&Q買 會看到說它有標榜號濾建材 但其實 當你們挑選別的顏色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它只有白色有濾建材 或可能只有幾種顏色 顏色有限制 所以你們家有多少個顏色 總共有270個顏色 全部都符合濾建材 礦物塗料意思就是 會摸起來不像一般平的意思嗎 並不是說 因為礦物塗料摸起來不會平 我這邊可以讓你解釋一下 現在市場上 你們會看到有些廠商跟你說 他們也是礦物塗料 但是其實一般業主 我們很難去分辨說 到底什麼是礦物塗料 什麼不是真正的礦物塗料 簡單 如果家裡有這個噴燈 家裡只會有那個瓦斯爐而已 或打火機啊 可以 或者我直接燒給你們看 這是我們樣板 這是一般的細酸鈣板 一般細酸鈣板 裝修在用的板材 我把我們的塗料直接塗在上面 當我用火燒的時候 我會有毒煙 或不會有臭味 因為我就是礦物塗料 就是食材 如果我今天燒的是乳膠漆 它會有毒煙產生 我們燒一下 燒一下這邊是乳膠漆吧 燒它 燒啊 你要玩這麼大 不然我們怎麼看得出來 它可能等一下會有焦煙 然後會有很臭的 塑膠燒焦的味道跑出來 就是火燒塑膠帶的那個味道 對 所以說發生火災的時候 毒膠漆大家散發出來的毒煙 其實人跑得比火快 但跑得比煙還慢 很多中央人是被煙先暈倒了 對對對 通常都是被嗆死的嘛 不是被燒死的 對 那所以我們塗料 如果真的發生火災 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就是有這個特性啦 礦物塗料有頒發什麼樣的證書嗎 有嘛 台灣的塗料是沒有 所謂的規範去規範耐染這一塊 但是我們在德國是符合一級耐染的材料 很多在市面上都講說 我們也是礦物塗料什麼的 但是其實就有像 純果汁跟濃縮果汁的概念 它是10%的果汁 它也說我是果汁 但是我們是100%的時候 我們才敢說我們是真正的果汁 礦物塗粉跟礦物的溶液 總共是要超過95% 才會是礦位的礦物塗料 但別人是只要一點點 他就有說 他也是對不對 麻煩政府機關規範一下 不然消費者也搞不清楚 這邊是有現在的主臥房 但主臥房其實跟我們後來 已經有非常大的轉變 之後一起給大家看 可以看得到原本的那個藍 然後現在換成這種 都是灰藍啦 這個藍都是很特殊的顏色 就是一般正規人家會用的 介紹一下就是他們油漆蓋色的一個特性 我們如果要把漆上在比較深色的場面上 一般的水泥漆或是乳膠機 他可能需要上個五六次 他才有辦法完全翻 我知道我知道 像有些人塗白槍 他們要塗很多層 對對對 因為原本的顏色太深了 你會蓋不過去 所以這個你們也是 上兩層就結束了嗎 因為我們控制塗料 跟乳膠機不一樣 就算是這麼深的顏色 我們要蓋色一樣 這兩道就可以過色 別在常白 這麼深的顏色 可能會跟你說 我是不符合綠件材的 打斷一下 你們270個顏色是原本的顏色 那可以其中兩種還是三種 混在一起 大在一起在塗嗎 我們色卡是270個顏色 所以我們出就出這270 但我沒辦法規範業主 或設計師要不要自己去混色 如果他對色彩敏感度 可以自己調配的話 出270個顏色是因為 如果未來你要修補的時候 你再調那個顏色 絕對會是準確 會有色差 經過人工調的 如果留下來的漆已經乾掉 或者是已經不能使用 或是用完的情況下 日後要再找同樣 一模一樣顏色的漆 就比較沒辦法 漆步調不出來 比例會不一樣 除非要記錄那個調配的配方 用涼杯調一下 不過其實我們270個顏色已經很夠用 所以這個也是原本就有的顏色 也是原本就有的顏色 這顏色也是設計師挑的 我跟你說 就是請設計師就是這樣子 我大概跟他講一個大概 然後其他都要他挑 就像剛剛那個小朋友房間的那個 草莓牛奶嘛 對 對 好 反正也是這個概念 凱恩礦物塗料的老闆娘也到現場了 好好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特殊七種 以後大家可以多多用在自己家的裝潢上面 你聽說價錢沒有差多少 沒有 真的是所謂的高貴不貴 而且我是100%德國製造原裝進口 作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們德國凱恩礦物塗料在今年142年 在台灣已經代理18年 我們強調在室內是健康如毒 所以我們是完全的零甲醛 零的塑化劑 VOC所謂的揮發性有機物是全球最低 我們的標準遠遠高於台灣的綠建材 甲醛有一定的標準 但是我們大家如果看各個廠家的檢驗報告 它其實會告訴我們 甲醛測不出 或者是甲醛未檢出 因為它的檢驗方式是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所謂的塗料打開來 用Sensor測空氣中的含量 所以它未檢出 我們在德國的做法是 我的塗料在這邊直接瓶蓋打開 我的Sensor是擺在瓶口上 貼在瓶口上面測 而測出來是零甲醛 那個意思就是說很像在打開來 然後用鼻子一直吸的那種感覺 它是用這樣的標準去測的 那另外在VOC我們所謂的揮發性有機物 一般人可能不大了解 我簡單的比喻 像指甲油為什麼指甲是都要戴口罩 因為那個就是聞到很強的味道 那個就是屬於所謂的揮發性有機物 甲醛跟揮發性有機物 目前已經證實是致癌 而且是誘發過敏的來源 所以這也是常常市面上一直在打 甲醛測不出的耶 但是測不出並不代表它 零甲醛 或者沒有甲醛 那另外我剛剛提到的VOC 我們去買塗料的時候 銅罐身上都有註明它的含量是多少 根據烈金材的標準 每公升不能超過200% 在所有的賣場 我們大家去看那個標示 它都會註明VOC標示 28很多耶 我們的是小於一功課 用我們家的塗料 你只要進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你完全是無毒無味 不過敏 所以它的健康才會有保障 使用我們產品 有些特定的族群 醫生或者是過敏的人 像我是過敏 但我沒有過敏到那麼嚴重 有人是一進到中黃的空間裡面 皮膚會有點癢癢 或臉會紅紅的 那這種他們就要去勝選 所謂維持空氣品質裡面 最大面積的就應該是塗料 還有一個族群是家裡有小孩 或者是老人家 那個都是屬於抵抗力弱一點的 他們會希望能夠提供 這樣子的空間給他們 最後一個群組很奇怪 他們是高科技的工程師 大部分新竹喔 我就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會想要 買我們家的東西 他說因為我們常常 跟chemical在一起 化工的啦 他們是很多 所以他說我們了解 所謂的天然對我們的重要 你們知道那個甲醛多麼可怕 對 在我們的塗料來講 會讓居住的人 他會有個舒適的空間 不會因為聞到 或者是觸摸到 會讓我們有身體上的不舒服 台灣沒有很認真在宣導 這也是我們的錯啦 因為我們的東西 在德國143年 是青年帶入台灣的時候 我們提供的是因為有室內有外牆 室內標榜去健康 對 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大家都在強調環保的時候 我們就強調健康 那後來我們現在發覺強調自己健康的建材太多 可是你是不是真的健康 我們作為專業 應該要給所有消費者 一個正確的姿勢 跟我們要教所有的消費者 一個判別的方法 讓消費者自己去決定 判別方法 我們還真不會判別 真正燒嗎 不是燒那個也太離譜了 比如說我們在產品的說明上 我們其實看到它的成分說明 在歐洲真正的礦物塗料 它會要求所有的有機物含量 一定要小於5% 換句話說它95% 都是屬於天然的材料 對 在亞洲來講 在台灣幾乎99% 都是素質乳膠期 當然有不同的好跟不同的壞 所以我才講說 其實廠家應該要把你的成分分析 都要公開讓消費者去做選擇 比如說我就是只想買一瓶300塊的塗料 跟我有能力買一瓶660的塗料 你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譬如說我20歲的時候 跟我50歲的時候 我的消費能力也不一樣 也不想說 一樣的意思 說不定20歲有一些也很肯花 真的 對 那就看我們要的是什麼 20歲可能我在意我的健康 剩餘我覺得其他的部分 消費者在購買的時候 要去注意 到底你的成分是什麼 另外你的VOC含量 到底是多少 他是怎麼說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 統身上會看到低化學位 低VOC 低化學位和低VOC 就是有化學位和有VOC 你在施工的時候 請你配戴口罩 你看到我們現場 有沒有人配戴口罩 對喔 剛剛拿滾輪的 他們都不用戴口罩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讓我感覺到不舒服 我連施工的人 都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不要說我是後面出進來的 不買我們家東西沒關係 我們要懂得去分辨 這是最主要 不懂可以打他給我們 我們很樂意跟大家分享 怎麼去分辨真正的健康與否 一般我掛了畫 挪開的時候 可能我在畫的後面是比較深 其他的顏色都會變 我們不會 因為我不怕UV 因為我們是礦物 就像黑石頭 紅磚紅瓦 你太陽現在會晒個20天 還是一樣的顏色 我們的色粉不褪色 所以現在有一些藝郎 他們就指定用我們的東西 他說我說 以前換展大概要三天 現在換展很簡單把畫拿下來 那個鉤子拿掉補土補一補 因為我們是有蛋殼紋嘛 所以你就直接拿原來現場的塗料 用刷子或者是用滾輪拍一拍 冬天晚上就把畫送 第二天就開展了 本娘 那你們的塗料也可以補建築物外面 我們建築物外面其實做了更多 因為我們在建築物的外牆 我們保護的是10年的不剝落 跟10年的不褪色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有一些比較有理想的建商 比較願意對客戶負責的建商 對 願意跟客戶做一輩子朋友的建商 他們就會買我們的塗料 那如果一些建築物外面是食材的話 我們這個塗料上得去嗎 基本上我們是上得去食材 但是在台北的建築設計 它有的時候會搭配 對 說是 磚啊 磚對 或者是世代是用我們的 我們也在台北市有幾個案子 就是完全用塗料的 而且是高樓層的 大臣美麗華的正對面 很多人都以為那個是白色大理石 結果是我們家的東西 有空可以去看看 已經九年了今年 它沒有清洗過 美麗華對面 立期建設的嘛 立期建設 我們8月也會去拍那個 立期的心中加加富富的案 真的吼 這樣那個立期立即就是我們的 那它從完工到現在沒有清洗過 就是自然雨水清洗而已 雨水沒有清洗 雨水只會沾髒而已 重點是我的外牆塗料 我們標榜是十年不剝落 有顏色不褪色 白色不黃變 不容易沾髒 不容易長青苔 那這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塗料在外牆被應用很多 包括中正紀念堂 淡水紅毛塵 中原大學 都是一級地標 對對 橋頭堂場 台北的復聯總會 全部 剛剛完工的鐵道布 用的原因只有一個 它其實在維修的部分 你不用花任何的錢 因為一般的外牆塗料 它時間久了它會剝落 或者它會粉化 甚至它會褪色 可是你用我的東西 完全沒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十年保固 其實原廠是二十年 台灣講十年已經很多人跟我說 他們在吹牛 但是因為我在台灣 確實有超過十三年 沒有剝落沒有褪色的案子 所以我們現在是保固十年 原廠給二十年 可是因為台灣的氣候 跟德國也不太一樣 因為比如說我們的日照時間 溫度 汁氣 確實可能都不一樣 尾度跟德國也不一樣 對 那對我們來講 對待每一個客戶 都是用負責任 幫助他解決他不想面對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做營造出身 所以我自己知道說 我要什麼樣的廠商 在外牆部分來講呢 包括室內 我們室內大概就是比 一般最高級的乳膠漆 一瓶貴兩百二十塊錢 好啦我幫你把你們的資訊 放在這邊 對對對 你今天對我們介紹這種 礦物塗料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有更多更詳細的 包含一些證書什麼的 都有都有 那就是說 在室內的塗料 我們都是可以搭配設計師 或者搭配DIY業主 DIY容易施工嗎 其實不難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很enjoy 對對對 那我們有公務的同事 或者是業務的同事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就陪你去 告訴你怎麼做 我們通常會有搭配兩個方式 你是DIY的業主 或者是你是自己 只做塗裝的項目的時候 你可能找你的公班 那我們就會派人教你的公班 或者你的公班不接受 那我就介紹我的公班 幫你做室內 價錢也讓公班跟業主 直接去談 我們中間不賺任何的假叉 那我當然我們介紹的公班 是確實能夠完全 把我塗料做得很完美 讓業主滿意的公班就是了 那室外的話呢 雖然貴大概10%到15% 因為看它的那個質感不一樣 或數量不同 幸運的是 其實不管室內室外 做過我們家塗料的之後 都會再回頭 推薦給大家 好吧 不行了 設計師 如果會開始有很多的材料 和建材 還有裝潢的各種工種 他就是幫我們安排 就是我覺得 這次請設計師最大的差異 雖然我才第一次來 反正做不好我會怪他 我來扛 好不好 這樣可以 還蠻開心 這次有跟大家介紹 海恩寬屋塗料 我本來自己的想法裡面 是它只是一個 可能有立體感的油漆而已 剛開始沒有知道這麼細 加藥裝潢 如果真的很在意健康環保的話 你就多個選項 但它也真的比較貴啦 其實沒有貴很多啦 你一般的油漆的費用高一些些而已 今天還了解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 他們說那個 塗料分成樹脂跟礦物 礦物這種東西就是天然的東西 對 但是樹脂它就是塑膠的一種 所以為什麼燒那個襪 那味道 欸你們都有聞到 真的 超重的 對很重 很像你直接燒塑膠在這邊 沒事家裡被你們不要失火啊 還是不要隨便亂燒槍壁 對對對 不要看到這個 我們有在做測試 你就回家自己拿它回去燒自己家的牆 你燒完以後就很麻煩了 而且很臭 如果要燒先用凱恩塗料的漆上網再燒 這有必要啦 啊你花了那麼多錢 然後又燒它幹嘛 可是他們剛剛那個 弄髒的東西摸一摸 都是可以擦拭的嘛 對對對 一般的油漆牆壁可以擦拭嘛 如果是現場冷烤漆的部分是可以擦的 但是一般牆壁比較不會用這個方式 不可能用烤漆嘛 一定是用油漆或是噴的那種 對對對 水性漆去噴 就是用滾輪 通常你弄髒 沒辦法再擦拭 會越差越漲 那所以就是他們這個漆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直接擦拭 你不用擔心說 違髒屋的地方你會沒有辦法處理 是可以處理的 現場施工大概多久 會完成 今天是7月16號星期四 一個禮拜多啦 只是還有一點小鐵劍的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是 氣檔櫃或是木座做完之後 它才會再去訂製跟送工廠烤漆 大部分的東西 在一個多禮拜內就會完成 剩下一點點東西要再等一下下 我知道有粉絲在問 有粉絲說 欸佩德你家不是在裝潢嗎 什麼影片都還沒有出來 壞好了壞好了 謝謝 應該8月都會開箱給大家看 雖然現在還是長這個樣子 比較不好意思讓大家等那麼久 因為我們中間還有在討論過 有更改一些設計 所以時間有在稍微拖延的一小段時間 我因為我主握大翻盤 之後也會把大翻盤故事跟大家說 好啦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追蹤我們IG WIN他自己的設計師頻道 放在這邊 我們現在有兩個頻道 一個是甘丹設計 然後我把我個人的頻道轉移到另外一個WIN TV 啊 很有空啦 有空才能做那麼多頻道 你誤會了 不是有錢才能做那麼多 哈哈哈 老闆誤會大了 各位朋友 就是裝潢這件事情實在是很主觀的啦 其實之前我們搬裝潢 大家都很多不同派系 可是我覺得 反正裝潢自己要住的東西 當然還是以自己的為主 不過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良善的討論 那有更多討論 想要了解裝潢啊什麼的 欸 都歡迎大家去商務房屋管架啊 這邊是甘丹設計 想要支持我們節目 拍更多影片的朋友們 也歡迎加我們的會員頻道 今天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